6月27日90后人气男演员陈学东生日会在上海举行 一向好人员的陈学东过起生日来 大半个娱乐圈的好友都纷纷送上祝福 近日下之未知的热播一下子把剧集的试点拉回了校园 而导师汤爱明搁着屏幕给东东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现场陈学东数度哽咽落泪 感动之余也不忘和大家分享校园趣事 我都不知道他就是因为一年级到现在应该有三年了 第三年了其实我跟思诚中间都没有断过联系 一直都会有危险来往 然后我知道他奶奶生病那个时间妈妈特别忙 现在奶奶身体好一些了 帅气的外表可不是陈学东吸引暖冬们的唯一原因 善良的心灵更是暖冬们不离不弃的重要因素 作为中国自闭儿童关爱基金爱心传播大使 陈学东一直致力于为这些孩子们发声出力 生日现场不忘时刻宣传慈善 在第一次我真正当上这个爱心传播大使的时候 他们问我说你当时有没有遇到过 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我很笃定地回答说我没有遇到过 而且我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我现在是真的是觉得 我以前的生活中可能忽略了这样的 这些人群的存在 而且忽略了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真的是需要大家去 去共同对这个自闭症儿童多了解 然后然后多去用自己的爱心去关注他们 那么一遇到最后 stimul 就是我 准备 谢谢大家